男人掀起黑妞的裙板 大方地向旁人展示他裙底的好风光 咱就是说如此没有边界感的男人 还是头一次见 但纳会黑人的地位就是如此 他们是奴隶更是深厚 丝毫就没有人权可言 令人遗憾的是 女主人并没有看上这壮实能感的黑妞 反倒盯上了她的孩子 要知道纳会的白人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掠夺了 于是不出所料 立马就上演了魔女分离的悲伤戏 这半大点的孩子 瞬间就被女主人给掳走了 多年以后女大十八比 其实那个小姑娘 如今已然成了婷婷却未必欲力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七月 现如今的七月 依旧是女主人的贴身女佣 虽然表面上毕恭毕敬 但实际上顽劣得很 就连给她准备衣服 都不忘从上头捞几颗珍珠靠子来 当然因为过于滑头 脾气暴躁的女主人 也时不时会赏她一顿毒荡 这天女主人向整个庄园的黑妞们下令 让她们去准备丰盛的晚餐 以及将屋子装扮得如同宫殿般华丽 因为今天她再次举办一个大型的排队 镇上但凡是叫得上号的青年才俊 都会光临这里 她要在其中物色合适的配偶 试得简单的来说就是吊凯子 所以必须得表现得好点 可由于这女主人平日里实在是恶劣 时常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人一大嘴巴子 于是这次黑妞们决定连起火来给她点颜色看看 她们将上号的麻布换成破旧的床单 可以将小提琴曲拉得尤为刺耳难听 然而女主人过得不好 便是黑奴们的狂欢 不仅如此 嚣张的七月甚至将晚宴中的酒偷拿给屋外的伙伴 可惜这一幕被在座的宾客给瞧见了 她当然不打算放过这狡猾的小偷 眼看她不安分的手 正要准备开游 突然一群士兵破门而入 他们带来恶耗 西方的奴隶们正在起义 他们正在烧毁成片成片的种植园 因此在场的所有男性都得前去支援 于是好好的晚宴 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 而混乱之中 完全帮不上什么的女主人 被独自留在了家中 一听说这事 女主人顿时就慌得不行 借此机会 机灵的七月连忙将她哄去了城里 表示她登上那里的船才能逃离这里 女主人听完立马收拾东西开溜 可女主人前脚刚走 后脚七月就在偌大的小洋房里造作了 她戴着女主人的头纱和帽子 喷着昂贵的香水 扬装成主人的模样 只高气昂地说着命令人的话 然而这些都还只是小菜 最刺激的是 七月跟那会的暧昧对象 直接在女主人的床上上演了 一出精彩的身心交流 第二天一早 晨光照射在他俩的身上 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起义的成功 而是中途返回的女主人以及他的哥哥 没错 黑人起义失败了 匆忙间 七月拉着暧昧对象 连忙躲到了床顶 哪只恰好就撞上了女主人的哥哥拿枪自杀 因为今晚他杀死了太多的黑人 内心的负罪感令他无法喘息 所以他选择了结自己 可他自己搞得倒是干脆 不曾料想给七月和他的暧昧对象 带来了多少麻烦事 女主人一发现床底的七月两人 便一口有钉石 他俩送走了自己的哥哥 好在七月都激励 拽起暧昧对象就是狂奔 机缘巧合下 两人跑到了七月母亲劳作的地方 善良的黑奴们连忙将这个消息告知了七月的母亲 并将逃亡的两人藏了下 最终倒霉的暧昧对象 被前来追捕的白人偷偷一枪送走 而七月的母亲为了拯救七月 直接一刀了结了白人头头 真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但不管怎么样 杀死了白人就是死罪一条 七月的母亲被处以绞刑 两人终究还是没能等来母女团聚的一幕 好在女主人放了七月一条生命 毕竟这可是他从小培养到大的贴身女仆 除了七月 他再也找不到能这般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人 尽管七月总是愉悦 时间一点点过去 新的公投来到了这个庄园 他叫约翰 是个年轻且有点小帅的白人 除此之外 他还带来了英国政府决定解放黑奴的消息 那时的英国虽然推行了解放的政策 但并不算完全实施 因为纳会的黑人没钱 如若离开白人 他们甚至连存活的经济条件都没有 所以基本也就是纸上谈兵 谈不上落地 但约翰不一样 从小受到的教育 让他从新底里抵触奴隶制度 所以他仗着自个的美貌 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他告知庄园所有的黑奴 然而很显然约翰说的这些冠冕堂皇的屁话 压根就没有人听 但为了维持生计 多数的黑人还是选择留在了庄园里 七月平日里无需干农活 整天接触最多的就是女主人 女主人才不管什么所谓的自由和解放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 整天渣渣呼呼地使唤着七月 当然七月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突然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有时候依附一个可靠的男人 似乎是个很聪明的决定 是的七月盯上了约翰 尽管他也是女主人的利用 但七月还是靠着他的小手段 以及傲人的身材 将纯情的约翰给拿下 毕竟电视剧电影什么的都这么严 只要有女主光环 必定万千宠爱 不过很可惜 因为身份地位的悬殊 约翰还是娶了女主人 一时间七月的梦破碎了 有了这一纸婚约 七月和约翰就谈起了地下恋情 只有在昏暗的地下室 两人才能干点令人面红耳赤的事情 而这片刻的欢迎 也是约翰一天中最为欢乐的事情 七月甚至为约翰生下了一个女儿 很庆幸 孩子是个白人 可是很快庄园就出现了变故 因为获得了自由的权利 黑奴们开始格外的懒散 成片早已成熟的甘蔗 过了很久都无人收割 为了加快工作进城 约翰希望黑奴们一周可以工作七天 直到将所有的甘蔗都收割完毕 可马上就是圣诞节了 很显然这跟先前约翰说好的不一样 为了让黑奴们乖乖听话 他甚至用房租和工钱要挟他们 这一行为引起了广大黑奴的不满 他们开始编造各种更古怪的理由不去干活 这让一向好脾气的约翰 都不由得火冒三战 咱就是说 越是如此这般就越是容易激起人的胜负欲 约翰不明白 明明是自己拯救黑奴们 他们却要忘恩负义 他开始花大把的新思想 要唆使黑奴们为他干活 他必须要彻底树立自己的威信 最后约翰选择了最为偏激的一种 他将黑奴们的房租翻尾 迫使他们不得不劳动 约翰本以为事情都到这份上 但事实证明大家都有自己的倔强 他们甚至选择罢工 来一次作为反抗 三天后 原先成熟的一大片甘蔗 统统烂在了地里 这个结果彻底激怒了约翰 他再也不打算跟黑奴们好好说话了 于是约翰找好了人们 彻底跟黑奴们闹翻了 他放火烧毁了黑奴们的房子和庄稼 打下了这无声的战争 相对的欺悦也失重了 约翰不再与他亲近 甚至不愿再看见他那张有黑的脸庞 连他俩的孩子约翰都不予理会了 终于黑奴们答应帮忙收割甘蔗 约翰终于展开了难得一见的笑颜 可这一次他又被骗了 黑奴们突然全部消失了 只留他一人在甘蔗地里不停地砍着 出生于富贵人家的约翰 哪里做过这种粗活 不管怎么努力 也都只是无用功罢了 也是从这一刻起 约翰开始后悔了 当初归还黑奴们自由的决定 他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在此之后约翰大病一场 在此期间他不愿再看七月夜 反倒是和女主人过上了平凡夫妻的生活 等到约翰痊愈以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收拾好行囊 带上女主人一起准备离开这个伤心的 而意料之中的是七月被抛弃了 他们甚至带走了他的孩子 到底只是寻个乐子的女人罢了 腻了就该丢掉了 什么都没做的七月 还是成为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 于是七月也离开了 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好在先前从庄园逃走的黑奴们 现如今找到了一片新的土地安顿 开始了真正的自由 他们收留了七月 给了他食物和住宿 然而好景不长 不再依附于白人的黑奴们生活顿时没有了来源 他们面临食物的匮乏和疾病 很快就都葬送在了那片土地 只有七月一人活了下来 拥笔写下了这个故事 这个延绵不断的历史长歌 然而这是依据包含悲壮和愤怒的长歌 太多的不甘与悲伤映射的那个苦难的时代 又用轻松又有趣的口吻娓娓道来 该不该解放黑人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殖民种族改变勇气还有爱 始终是耕骨不变引人深思的难题